你没看过自家的官网评论吗 画风模仿原作却没学到精髓 一对比 就是灾难现场脑残梅逻辑 蹭了吸血鬼猎人的热度 还能铺得没有一点水花 请给作者批发刀片 清清 正好你在 过来 郭总刚说的这些 你都听到了吧 听到了 以后画漫画的时候多思考 别生败硬套 画风也要改变 郭总 你说是不是 好好创作 少点浮躁 听到没有 太浮躁 你这次的高成 公司必须扣掉百分之二十 还有 以后要还是这种工作态度 就不是扣钱这么简单了 凭什么扣我工钱啊 我明明都是按照公司的要求划的 顾总说你没达到要求 就是没达到啊 郭总 今天就先到这儿吧 哎哎哎 顾总 别那么着急嘛 我订了报件 晚上 咱们便吃便了 不用了 我还有事 哎哎哎 顾总 哎 不说了 不用了 啊 你把我画稿都给踩脏了 所以呢 作为从业者 更应该尊重一下我们这些作者的心血吧 天堂街十九号 作家秦文君二零零一年的作品 叫做天堂街三号 改了个名字改了个门牌 就敢自称是自己的心血 我这天堂街的根本都不是 不用解释 我不想在这种没有价值的东西上 浪费时间 这个天堂街十九号 从创意到故事到分界 都是我一个人加班熬夜画出来的 没有抄袭 没有借鉴 没有藏热点 你必须要对我 还有我的作品 道歉 小朋友 苦劳可不等于功劳啊 你可以不尊重我 但是你必须问你自己的行为 你买单 一页两百 你踩坏了我三张画稿 外加精神损失费物工费 我给你算一千 赔了我就不跟你计较 我为什么要听你啊 损坏他任务品 要按损失发生时的市场价 予以赔偿 要不然 我分分钟告你侵犯物权 一句话 赔还是不赔 你赶紧走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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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